继续要带大家来欣赏一场美术展 这是中华艺术学校高中三年级的学生 他们带来的春季作品展 目前就在高雄市政府四维行政中心来展出 这个展览主要是结合美术科 还有时尚工艺科等相关艺术科系的学生 他们的创作还有设计 所以说吸睛度达到百分百 创意不离走 艺术带着走 他们活力大声喊着口号 他们全都是中华艺术学校的学生 之所以出现在市府一楼中庭 正是因为学校的春季年度展览 此刻正在这里热闹登场 结合了文化创意 流行视频设计 学生们将艺术与创意融入作品的制作中 以多元的媒材来呈现学习效果 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赏 很不错 做得很好 能表现这样 很很好 我比较喜欢他们把那个废物 废物然后把他就是又把他活化起来啦 这是我个人觉得说还蛮值得 就是说大家学习的地方 像这样办这样一个展会不会增加 你对这个学校的一些比较好的印象 或观感或更深的认识 当然会啊 因为毕竟他们有自己学习付出 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得到 不管是时尚工艺科的创意服饰 项链 包包等流行手工饰品的设计 也或者是美术科同学的油画 水彩与版画 这些作品充分运用复合媒材 展现了学生三年来的学习成果 绝大多数都是得奖的优秀作品 今年荣获登王这个作品 那可能有的部分的民众 没有办法在那个 划灯那个时候看到 那可能是在我们这间 我们也在做一个这个演出 那另外还有我们的学生 一些的得奖的作品 我们也做一个呈现 校方安排各项展演 为艺术相关科系的学生 找到呈现作品的舞台 而透过这样的展出 也让看展民众 对学生的创意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当然也对学校的印象加分不少 港东新闻宏夫人夏秋卒采访报导 好 好